第210題,它裡面需要做哪些呢? 第一個,要把USA 就是欄位裡面只要有USA這三個字 改成叫做AUS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 ECELL裡面的 裡面的字做一個 轉換,一般我們會想到用取代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取代的方式 就是把那個欄位裡面有USA的部分把它取代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那個 這個Product ID裡面 刪除那個欄位裡面的空白 那也就是說指刪除哪一個? 刪除這Product ID裡面的所有空白 所以那第一個你可以把那個題目檔給叫出來 基本上這邊可以看到 它這個Reach有欄位指的就是B欄 Product ID指的就是這裡面 它基本上會有很多的空白 但是空白的部分的話呢 你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選取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空白 那你必須把它刪除 那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 第三個要把那個TOTAL 含有這個TOTAL這個字 所有的列通通通把它刪掉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要快速的可以 把比如說像各位可以看到 像第三列這邊就有個TOTAL 只要呢這裡面有看到TOTAL這幾列 你要把它一下子全部刪掉 可是你會往下捲動 你會發現這邊的列非常多 一般刪除列通常是選取這一列 按下右鍵這邊有個刪除 不過如果你要稍微快一點的話 頂多就是怎麼樣? 按下Ctrl鍵 按下Ctrl鍵按右鍵呢 可以多一列 不過呢這裡面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來刪的話 你會可想而知 有這麼多列 你要把它一個個把它刪掉 基本上會花非常多時間 那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這個我想各位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第三個 那第四個的話是 Sales Amount這個欄位 就是要把它做一個相乘 好不好 亮欄相乘 然後他這邊有提到就是說呢 利用什麼範圍 名稱 就是建立公式 也就將來這些名稱 我們用名稱的方式 來就是這個做 就一定要用這個名稱 那再來的話 這個欄位裡面呢 一樣我們要去搜尋 那搜尋 你只要想到搜尋的話 就要用到所謂的V-look函數 這個前面我們有教過用V-look函數 另外再來設定框線 內框線 最細 外框線 次出框線 然後呢 一二列 之間為雙線 這個怎麼做 列印的話呢 機偶業不同 等等的這相關的 我想各位先把題目看一下 然後呢 把這個題目打開來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檔 類似長像這樣 你可以把它列印出去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 預覽列印的時候 列印裡面有個叫做 這個 有那個列印 那列印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 這個預覽列印 預覽列印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 大概將來印出去 就要長這樣子 機偶業 這個上一頁這個是機 機業的話呢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有個日期 加這個工作板名稱 那偶業的話呢 放的方向不一樣 底下一樣偶業嘛 所以印出來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很漂亮 很完整的一個報表 OK那請各位先把題目 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逐一來做這個 總共有八題的這個解答 第一個 我們要把這個USA轉換 換成這個 AUS 這個地方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USA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 切過來的話 有一個 另外一個工作表 叫Exchange RAM 這個就是 應該是外匯的利率 不過 Regio的這個欄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名稱 叫做AUS 所以基本上 當然 如果兩邊要能夠查詢的話 你前面的名稱 當然要修改成後面的名稱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修改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名稱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AUS 那改的方法的話 當然比較快的方法 你一個一個 不可能一個個慢慢改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比較快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在常用面板裡面 有尋找與取代 尋找與選取 那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功能 叫做取代 這個取代的話 你可以 很簡單 你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 比如說我要把USA 改成AUS的話 OK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最好是 這邊有個選項 是尋來還是尋列 或者是說你乾脆 你不要尋來或尋列的話 你乾脆把怎麼 把這一欄先選取 先選取之後 再做取代 這樣的話 它就沒有尋來尋列的問題了 因為它會取代的範圍 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不改好了 直接用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的話 它會把 你找到的這個AUS 直接取代成 USA取代成AUS 全部取代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按下取代之後 它會幫你把裡面 總共有57筆 按確定之後 就可以OK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全部都改成跟後面名稱一樣 那改成後面 一樣的名稱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說 將來 我們算出來的這個 總金額 就是總額 將來要換算成 當地的匯率的話 那就非常簡單了 比如說它的地區 假設我今天要外銷到美國的話 那當然 當地的金額就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利率來換算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要我們把那個 空白的地方刪掉 也就是說 在這個POTA ID裡面 刪除所有空白 POTA ID是這一欄 那裡面的某一個欄 你會發現這裡面都有空白 那怎麼樣把它刪掉 一樣 最簡單的方法 先把A欄給選起來 尋找與取代裡面的取代 取代裡面的話 記得尋找的目標 就輸入一個空白 好 OK 記得這邊給它一個空白 那取代成什麼呢 取代成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呢 就是把它空下來就對了 裡面不要放東西 所以上面呢 基本上 它會是一個空白 你就按一個空白鍵 下面就沒有東西 接下來按一下全部取代 那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會出現 取代了1191筆 表示說這裡面呢 會有1191個空白 按確定就可以 那你在優表把它放在FD 這邊來 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優表放上去 它原來的空白 就全部消失了 那這樣的話很快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方法的話 恐怕非常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要必須要把一個個裡面的空白都叫出來 一個一個把它刪掉 那當然很浪費時間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都是教各位 怎麼樣在資料處理上面的話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那再來 第三個問題是把裡面的Total 只要有Total的這幾列 你都要把它刪掉 不過早期 比較麻煩是選取刪除 選取刪除 那裡面的話 恐怕你要往下做 你要做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還沒完 那你當然這個時間會浪費很多 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當然有 也是一樣 用什麼 尋找 與取代 那這個時候的話 剛剛是取代 不過這個時候 我只要找到 找到之後 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用尋找 尋找其實蠻好用的 尋找什麼呢 你就把尋找裡面 輸入一下Total 關鍵字裡面有Total的列 幫我全部找到 按尋找 全部尋找 按下全部尋找 這個時候呢 他會幫我怎麼樣呢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只要有這個關鍵字的 這個部分 他都幫你什麼 列到這個清單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往下找 往下拉一下 其實有這麼多了 總共的話 他找到這麼多 總共有91 那剛剛有三到兩個 總共你們等一下應該會有93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它一次全部刪除的話 你可以按下Ctrl-A 記得喔 這邊有個快速鍵 Ctrl-按住加一個A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選取 先點一個Ctrl-A Ctrl-A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全選的意思 Ctrl-A 全選 OK 然後呢 把它關閉起來 其實Ctrl-A 應該在這裡面好像也有滿多 有那個 其實有一個快速鍵 我記得好像在哪個地方 有一個Ctrl-A的快速鍵 你如果說要把剛剛的部分呢 尋找到的東西全選 那就是Ctrl-A 那這個時候呢 他會幫我把找到的先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如果你要全部把它刪掉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刪除 刪除裡面的話 你可以往下 他如果說我今天是要針對目前選取的區域 去做他這一列的刪除的話 那你可以在刪除裡面找到有一個什麼 刪除工作表列 記得不要選錯了 他就會幫我把找到的這個列 整個刪掉了 把它刪除 OK 好那刪除完之後 你會想說怎麼其他的東西不見了 其實並不是不見 因為刪除之後呢 他就會往上 往上往上放 所以所有的東西呢 都會往上地補了 所以看到的結果 就不會有剛剛的這個Total的那些列出現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千萬不要做錯 因為你一做錯 我把它感受自己 復原一下 記得從刪除裡面的刪除列 那這一招非常好用 為什麼 因為你常常會需要慢慢刪除你不要的東西 只要那個東西 他是在列跟列中 就是某些列跟某些列中間的話 那你通通可以用尋找 先尋找 再利用刪除列的功能 他就可以一下子全部幫你刪掉了 這個功能其實非常好用 好那刪掉之後東西全部在上面 好這個是1到3的部分 我畫面先還給各位要試一下 第四個是要設定什麼 第四個就是設定那個範圍名稱 那什麼叫範圍名稱 前面好像有做過類似的東西 那也就是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頂端列設為一個名稱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將來我們如果說 要引用下面的資料 用上面的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Ctrl Shift 游標放A1 Ctrl Shift 向右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他就會整個範圍幫我選起來 如果你不會這樣選的話 你也可以 游標放A1 移到G的最下面一列 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 再點一下滑鼠左鍵 這樣也可以選 不過我覺得Ctrl Shift 向右向下 似乎會快一些些 那我們主要為什麼要先選呢 因為選了之後 我希望把以後 這個下面的下面的資料 用上面的名稱當成 就是當一個名稱 以後用這個名稱 就可以指定下面的範圍的話 那我可以先選取它之後 再到那個公式裡面 記得是公式裡面 那我們先看一下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裡面 現在只有一個Rent Rent指的是什麼呢 這個範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已經幫我定義好了 以後叫Rent Rent指的就是 現在的利率部分 這個利率範圍就在這裡 它已經幫我做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不用做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要把這邊的所有的名稱 一個個做出來 最快的方法 可以從公式裡面 從選取範圍建立 那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選取範圍 是從A1一直到G的最下面一列 那我選完之後的話 從選秀範圍建立 它會問你說 那你那個要建立的名稱 它是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哪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當然 它是在頂端列 所以把最左欄打勾取消 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名稱管理員裡面可以看一下 它的PRODAID有沒有 就幫你建好了 這邊有個名稱 那這個範圍是在哪裡 你可以郵寶點它一下 再點下面這邊參照到的地方 點一下 它會告訴你 就是這個框框裡面的資料 表示PRODAID 然後呢 RITIO RITIO是這個 你可以點一下 它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以後可以用這個名稱 來代替這個範圍 這個叫名稱 OK 好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名稱的定義 那把每一籃都定義好了 第四完成了 第五的話要做什麼呢 就是在Sales Amount 這邊的這個欄位裡面呢 它要做什麼呢 它要做為這個 這個名稱 這個就是它的價格 跟它的那個 賣出去的多少的數量 應該就是價格跟數量的成績 就是兩個相成 成的話呢 就是一個STAR的符號 相成 然後呢 指定為千分位樣式 什麼叫千分位 就是一個千 豆點一下 千豆點一下 然後呢 二位 什麼二位小數 二位小數位 就是其實應該是什麼 渠道小數的第二位嗎 好 再利用這個地方 用範圍名稱建立公司 所以這邊一定要名稱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樣名稱 這個地方 游標放在哪裡呢 Sales Amount 然後等於公司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欄位 那以前是點這邊 再乘什麼 乘這邊 不過它要指定說 你不要用 就是直接用那個 上面欄位名稱 請用什麼呢 用名稱F3 F3裡面的話呢 有沒有叫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價格的部分 這邊有 OK按確定 乘上什麼呢 再按F3 那一樣 這個它的數量 數量的話呢 就點這邊按確定 好那這樣的話 兩個相成打勾一下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兩個相成 不過它這個地方的話 提到就是說 指定為千分位樣式 然後呢 兩位小數點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 算完之後的話 這結果當然可以向下填滿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先做到這邊好 最後特別注意 它裡面說要千分位 千分位符號 請你切到常用 常用裡面這邊 有個叫千分位 樣式 第一個按下去 你會發現呢 它會直接有千分位樣式出來 所謂千分位樣式 就是說 這邊只要一千 有沒有 它就會有個斗點 有沒有 所以 再來就是 百萬 再往前 那就是只要是三 三位它就一個斗點 那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說如果小數點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請你增加小數點 給它兩位 所以它要的就是千分位符號 再加上什麼 一個小數點 就兩位數 那就完成這個部分 請你把它向下填滿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算出什麼呢 它的總額是多少 那可是總額呢 前面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要Local的Amount 所以Local的棒就是指的是 它的地區 比如說它這個地區 是美國好了 那美國的當地的金額是多少 那你要幫它換算呢 也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 假設是台幣 台幣是1750塊 那如果 你要換算成美金的話 那應該是要怎麼去換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能夠怎麼換算出當地的金額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有一個叫AUS 不過這個看起來 應該就不是USA 因為這個應該是對應到 AUS 這個可能要查一下 它對應到Echange 它的那個利率大概是0.98 那如果Corea 所以這個應該是美金 所以跟正人講 應該是這個金額是1750塊美金 那換算到當地 如果是它是AUS 應該多少錢 那韓元 比如說今天是 應該是韓 應該是韓 韓 這個 因為去過那個韓國應該都知道 換那個 這個韓 這個 你去 換那個 應該是韓韓 也還有很多技巧 就是說你不能到台灣當地換好再過去 其實是很吃虧的 你要到那個當地的那個 住民 後來發現 利率最低的就是去什麼 民動 的那個巷子裡面 發現換到的金額應該是最划算的 好 那比如說今天美金 你如果說 它這個金額是在韓國的話 應該是多少錢 那你必須怎麼樣 去找到Corea它的那個利率 然後再乘上什麼 乘上它現在的這個金額 才是真實的在韓國當地 應該賣多少錢的價格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怎麼去去去算到這個結果 那題目裡面大概有一個說明 那請各位稍微把這個說明 稍微看一下 Sales amount 這個已經做完了 再來就是第六 第六是Local Amount Local Amount是Rigio 當地的金額 然後怎麼樣呢 將這個什麼呢 Sales amount 再換算成 那換算的話 其實就是 把當地的幣值 乘上什麼 乘上Sales amount 其實就是最後的結果了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需要查到當地的它的什麼 它的利率 那不過這個地方 假設是以美金 美金是個金額 然後呢 如果是這個地區 它的利率是多少 它利率是0.98 這感覺是Australia 好像是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感覺蠻像是澳洲的 不過是因為這個資料 可能有點久了 現在那個澳洲的 對美金的利率好像 已經沒那麼高了 可能低一點點 那另外的話 對日本 對韓國 OK 好 還對歐元 OK 那如果說今天呢 假設說你今天一個東西 美金是這樣子 那當地澳 如果澳幣的話 應該是多少錢 那我們算的 第一個就是什麼 先把它 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地區的 匯率先丟過來 再把它 跟什麼 跟這個Sales amount 相乘 相乘之後的結果 就是最後我們要的 所以第一個我要怎麼樣去查到 它的利率是多少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前面有用過 叫做 有一個叫V2函數 這個用的還蠻多 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會有一個叫V2函數 好 V2函數 這個V2函數呢 主要是查 查什麼呢 查Ritial 它的地區 去哪邊查呢 利率 利率裡面 它幫我帶回來 就是說 那個地區 它應該換算多少的利率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Regio 所以我們一樣按F3 因為題目一樣 它是希望 不是叫你點這邊 它希望你用名稱的方式 所以名稱是在這一欄 所以就Regio OK 好按確定 那Table Array的話 也是按F3 去哪邊找呢 去利率 利率的話呢 其實這邊有叫Rent的一個 一個名稱按確定 然後呢 AUS去找 找到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欄 找一定是找第一欄 帶回來的資料的話呢 一定是第二欄以後 那因為剛好只有兩欄 所以這邊數字輸入2 那比對方式輸入0 完全因為要一模一樣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它會幫我把什麼呢 把它的利率帶過來 然後呢 再乘上什麼 乘上F3 Sales Amount 這個欄位名稱 按確定 那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金額呢 就會是澳洲當地的那個價格 所以這個是美金價格 那這個是澳洲價格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也會有個匯率的話 會有個匯率表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換算 那接下來當然 各位可以往下填滿 那如果澳洲幣是一個價格 那如果韓國 比如說它是Korea Korea就會到Korea裡面 去抓到它的利率 並且把價格給抓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價格 就金額就非常高了 就是多少 1700多萬 因為它千嘛 這個是百萬 那這就是千萬 1700多萬 所以如果換算成 這個 這個韓環的話呢 那當然金額會非常高 因為它的那個匯率 1比1142 那大概現在的話 多高 你們可以再到那個 網路上查一下 美金兌換其他匯別的部分 好那這樣子 全部就換算完了 換算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最後希望把它列印出去 那印出去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版面配置裡面 版面配置裡面呢 會有這邊有個箭頭 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記得喔 切到版面配置 只要跟列印有關的話 通常會從版面配置裡面 這邊有個小箭頭 右下角有個小箭頭 把它點擊下去 那點擊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預覽列印 下方的預覽列印 各位可以看一下 印出來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它這個資料 它沒有什麼 沒有框線 看起來怪怪的 如果你印出去的話 沒有框線 印出去給人家看這個資料 人家會覺得 你這個資料 在資料上面 這個報表上面 當然就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題目裡面會要求我們做什麼 就是希望我們外面加一個 這個 就是整個 刺出框線 然後裡面的內線的話 就是一個 一般的框線 另外的話呢 在哪裡呢 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要加兩條線的這個框線 所以它會有個格式要求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它希望在這個下方要有個頁 所以裡面總共會有四頁 那也就是說每一頁每一頁 下面都會有頁 再來的話呢 機頁跟偶頁的位置 這上方要有一個日期 加上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所以我們要逐步怎麼樣來完成 這地方的話呢 最後完成的畫面大概長這樣子 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有一個 一個做完的 預覽列印一下給大家看 大概就類似像這樣子 上面會有一個 外面有一個次數框線 裡面會有框線 然後第一列的話呢 會有一個這個框線 那向下捲動 你會發現 機頁它的那個 頁手 這個叫頁手 會是在右邊 那偶頁的話呢 會在左邊 所以機偶頁不同 另外呢 第一頁有上面的欄位名稱 下一頁的話呢 也會有這個東西 那預設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會做出這樣 那你把它印出去的話 讓一般人家看到會覺得 這個印出來的 報表是專業的 那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按照題目要求 一個一個來看 請各位先把 剛剛這個D6底線完整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